大家好,我是IEI的Tini 大家好,我是QNAP的Sam 今天我們要共同在節目中為大家介紹 IEI跟QNAP的工廠資訊安全解決方案 在開始之前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晶圓代工廠機還發生快病毒事件 相信Sam應該有耳聞這件事 有,我以前也稍微有結束過這東西 真的嗎?要不要?那接下來可以介紹好了 好的,今年8月初的時候發生了世界第一大的晶圓代工廠 有3座12吋的晶圓工廠發生Wonderquite病毒感染 這次事件造成損失將近52億台幣 這次的病毒跟去年相信大家也有看新聞 台灣也是一個受災區 去年的Wonderquite病毒是會把你的檔案加密之後 用這個方式來勒索使用者交納出比特幣 這次晶圓代工廠中的是Wonderquite變種版 變種版其實不會做加密的動作也不會勒索你 但是它就會把你的機台或電腦 異常的重覆蓋梯等等的狀況發生 但它其實也是會主動的去攻擊你 它也是一種電腦的蠕蟲 這次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圖片上面有顯示 準備上線的機台裡面 他們裡面有Wonderquite病毒 但是他們的人並沒有去做事先掃毒 然後就把它連上網路 所以導致病毒快速擴散 然後導致所有的機台會發生了感染 好的 但相信螢幕前面的大家都會想要問 如果今天Wonderquite病毒發生在我的工廠 我們要怎麼辦呢? 所以這時候就有IEI跟QNAP的出現 我們有提供一個工廠施案解決方案叫QTS Gateway 這個東西是IEI跟QNAP共同合作 研發出的一套系統 使用的是IEI的硬體跟QNAP的軟體 它可以便於你去管理、調整人力、機器設備 甚至是提高你的生產 它可以做到的事情像我們簡報下面有五個section 可以看到有可以做延程管理、資訊群法 還有運算、監控系統跟快照備份 這些詳細的內容都會在下面一位各位介紹 首先我會先介紹QTS Gateway的兩種應用設備的解決方案 第一種是設備監控 我們看一看最下面有CNC的機台 假如假設使用者是CNC的工廠 它可以在每一台機器上面安裝我們的資料收集的工業電腦 像是螢幕上有顯示VIPC120、UIPX250跟ECW281等等機種 那這些機種收集到的機台資料它可以傳送到我們TANK 860上面 TANK 860就像我們人類的大腦一樣 它可以收集所有的資訊 當然它自己有運算的能力 可以將這些資訊外接到我們的螢幕上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台螢幕 它其實是觸控的螢幕 它可以同時監控這些CNC機台的數據 也能夠針對這些機台下達一些指令 例如簡單的開關機 如果你今天病毒發生感染的時候 你可以快速的遠端操控它們 例如你在工廠裡面還有一些IT 他們會行動自如 這時候就可以透過網路連接到這些PDA 他們可以隨時隨地的查詢這些資訊 要確實了解下現代機台的狀況 而第二個常見的應用還有設備操控 像TANK 860就像大樓一樣非常的厲害 它可以連接用PCIe擴充卡 或者是RS232傳聯所有的機台 它就可以直接下達指令給這些機器 不需要再透過像要安裝我們剛上一個的 也要安裝其他的工業電腦 它可以直接下達指令 當然它也可以外接螢幕 你可以做遠端操控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右上方有一個Cloud 它可以連接QNAP的NAS 做你的資料備份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IEI這邊的硬體介紹 接下來是QTS gateway軟體應用 現在這邊會分為三個section 第一個是事前預防 做事前的檢測 事情發生當下 像是如果你的病毒感染 我們要怎麼去做一些決策 第三個是事後處理 也就是備份的部分 接下來就由Sam來為各位介紹 OK 謝謝Dini 我就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是用IEI的硬體 擔向QNAP的軟體 QNAP的軟體 其實我們的作業系統叫做QTS 如果有用的NAS 應該大家清楚 最近我們的QTS 我們有出了一個最新版本 所以在最新版本裡面 也有一些跟資安相關的軟體 我們也同時放在這邊跟各位做說明 我今天簡單的會先就我們的虛擬工作站 以及檔案保護的所謂的快照 也是快照備份 還有第三個就是檔案備份的方式 以及最後一個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右邊的Security Consultor 這邊怎麼樣去幫你做防毒跟安全的防護 既然是我們剛剛提到說是在工廠的Solution 對不對 那我們就先稍微講一下我們的虛擬工作站 我們要看到的是 嘿嘿 這個滑鼠也有了 我們先講到的是虛擬工作站 什麼叫虛擬工作站 其實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IT都可以有這個Servor Room Servor Room裡面就是很多硬體 然後一台硬體就是一台 它關聯Servor 上面跑它自己要的東西 那我們先提供出來這樣的Solution 就是所謂的虛擬化的Servor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今天買了一台機器 然後在上面跑一個Servor 你可能沒有辦法用掉它百分之百的效能 可能就用了三成四成 在這樣的狀況下 你現在六、七成其實就浪費掉了 那我們今天推出這樣的idea 就是說 讓你把一台TANK 上面灌了這個QTS軟體 作業系統之後呢 你可以在上面下載我們的 它叫做虛擬工作站 就是虛擬工作站 那你就可以在虛擬工作站上面 開很多虛擬機 這個虛擬機就可以跑你的Servor 所以你就可以把一台硬體 然後可能分配成334 這樣子分配給你三個不一樣 虛擬的Servor去跑 第一個它可以幫助你去降低你的整體Cost 而且第二個呢 只要你的硬體夠的 它的運算、儲存、什麼的 全部都很好去做分配 而且同時因為它是Based on QTS 都會系統上面 所以QTS也針對虛擬機 有所謂的快照以及備份 同時可以幫你打到非常好的災難復原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到底要怎麼用 你可以看到 左邊這個圖片 就是我們傳統IT的架構 也就是說 一台機器 然後透過一個 它可能就是一個Storage equipment 一個儲存的設備 它透過了後面的網路Po 連接到右邊三台實體的Server 這樣其實有佔空間有很多Cost 我們現在看到右邊的比較 advanced infrastructure 可以看到在Storage equipment上面 就是我們家的Tank 上面就是安裝了 Vertualization Extension App 之後你就可以直接把 虛擬的Server用在上面 它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讓你做到設備器的物件 24-7就是不停機的軟體服務 當然我們也可以有所謂的 備援系統 只要有另外一台Tank 就可以做得到 當然因為它自己在這邊跑 所以透過Virtual Switch 它的I-O 其實也會比較彈性化 至於 這個好了 好 至於我們用了這樣子的 Virtual Switch 跟Virtual Machine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打到各種 彈性的專屬網路 例如我想要建造一個host mode 或是我要bridge mode 或是我要external only mode 就是可以全部都在你的 這個Tank上面 安裝整個Virtualization Station 同時你也可以把Tank上面 這個RG45的port 設定成一個Virtual Switch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再接一些 以它為區網 但是說以這個port 下面做一個Virtual Collect 我們就可以自己在後面 再接更多的東西 去create自己的網路架構 同時就是可以看 你要用哪一種不一樣的模式 就比較彈性 當然我們也會提到 既然是這樣子 那如果那台Storage 掛掉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於 這個備份上面 也有做到一個很好的Solution 就是你可以去設定 我去做Python 去把你的Virtual Machine 我們去做排層的每個時間點 給它做一次備份 或者是說 我賣牛裡想到就做 想到就做 當然我們會建議排層去做 排層做好之後 我們這個備份 除了可以儲存在 這台本機裡面之外 我們也可以存在別的機器裡面 同時也可以做異地還原 也就是說 我這台備份存到那個地方去了 我就在那邊還原就好了 要不然這台如果真的碰它一些什麼 就是 就是添不盡人意 掃不盡或盡水幹嘛的 至少我們可以做到一滴還原 那你當下停機的時間就會減少 當然就是企業來講 每一分一秒的停機都是損失 所以當然 這樣做一滴還原 我們就要考量大老師說 那麼還原的時間要多快 但是越快越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會推薦用Tank860 因為它的硬體設備也不差 所以能夠提供效能也很不錯 再搭配QTS的軟體 把這個 把虛擬機的備份 排成性的做好 然後也要做一滴備份 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達到一個比較良好的保護 那講完了這個虛擬機的效能 以及我們對於虛擬機的保護之後 接下來就要講到剛剛 Tini有提到的 就是我們變種版的WanaCard 那變種版的WanaCard 它就是會去鑽靈系統 對不對 所以 不管怎麼樣 不管是原始的WanaCard 是變種WanaCard 他們都做到同樣一個東西 就是 它進到你電腦之後 它扣散出去 我們如果發現了這樣子的問題的狀況呢 如果我們沒有做一個良好的資料安全保護 檔案保護 那講真的 你就等著重灌嗎 對不對 QNAP的QTS的軟體 要怎樣去幫助你 我們有個東西叫做快照 在談到快照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提到的就是 看到上面我們這個描述 其實呢 簡單來講就是 300家中大型企業 有六成具備原端備份 也就是大概180家 180家 有50%企業表示 當我遭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的資料還原時間 我是超過一天的 超過一天喔 也就是說我今天事情發生了 我要到明天同樣的時間點 基本上我的資料才能夠還原 中間遺失的這天怎麼辦 這個東西 RTO就是資料還原時間 而且目標也就是說 我災難發生的當下 跟我重新上線時間 這個中間隔了多久 所以其實這個RTO是越短越好 另外又到RPO RPO就是說 我還原的時間 我可以還原到災難發生前多久 五分鐘、一個小時、半天還是一天 所以RPO基本上也是越短越好 大家如果看到RPO跟RTO 就是記得一件事情 越短越好 沒錯 我們就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使用快照 什麼叫做快照 快照呢 就是說 我今天有點像是Windows的Time Machine 我今天系統在跑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設定我 多久插一個旗子 在我的系統上面 我可能一個小時插一個旗子 一個小時插一個旗子 一個小時插一個旗子 如果中午12點插一個旗子 12點半的時候 我的機器中毒了 我如果是透過網路直結結的方式 用Samba的方式 把NAS的Folder 掛在我的 對不起 把TANK的Folder 用QTS的Folder 掛在我的電腦桌面的話 我電腦中毒了 是不是連帶的TANK也中毒了 對 如果今天電腦很不幸的 我開封沒有 裡面是WannaCry 那時候一下就過去了 過去之後 是不是就毀了 換到這樣子的狀況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因為快照就是這樣 我今天如果12點半發現 我中毒了 我就可以到我的快照 那個Folder裡面 我去把12點的快照找出來 然後回復過來 這個毒就沒了 同時可能就會有人問到說 你的快照你存在給它死裡面 今天我的WannaCry病毒 如果從你的電腦跑到NAS裡面 它是不是同時也會把 你NAS裡面的快照移民感染 這個就是我們替各位想到的地方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把快照放在所謂的區塊層級 這個區塊層級 它是額外被保護起來的 也就是說 當你的NAS Folder 因為掛到電腦上面 然後中了毒回來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在我們所謂的檔案層級 還沒有到更深一層的區塊層級 所以它Infected的地方都是在檔案層級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額外跳到區塊層級 去把我們要救人的檔案層級 拉出來之後再放不去 所以一樣是安全的 當然我們不希望你會用到這一塊 因為我們希望是你的WannaCry病毒 進來的時候就detect到 然後就把它砍掉 我們後續也會稍微介紹一下 要怎麼樣去處理 所以你看右邊這個圖 它就是一個cycle 當你電腦中毒了 它就會傳到你的伺服器 上一碟空間 或是傳到你的大耳士 然後再直接 也有可能傳到你的NAS 或是如果你直接有connection 也有可能到右端 所以這一個WannaCry病毒很可怕的 另外一個問題就來了 我建議有一個儲存的裝置 我一天到晚就照快照 那我的儲存裝置就裝快照就好了 放掉了 這就是另外一個替使用者想到的 就是我們所有的快照 就是說 只會儲存 只會去 我們每一個快照一個flag 它都只會記錄 資料有改變的地方 每改變的地方 它就不會去重新插一個旗子 也就是說 我的這個儲存方式裡面有100G的檔案 我在這一個小時之間 我只動50G 那我插一張快照的旗子 其實我只會去記錄那50G的變動 也就是說 我快照雖然照得多 但是我的檔案並不是說 100G一張 第二張就是200G 再來就是400G 不是 就是你有變動的 我才幫你記 所以它並不會這麼輕易的 吃掉你的儲存裝置裡面的 什麼儲存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所謂的快照 配套你這家保險庫 我可以幫你把這個快照 除了在你本機之外 我可以幫你配套到另外一台納子裡面去 也就是說 你如果這台納子真的說什麼 其實怪怪的狀況 反正就死掉了 我還有一個備案 而且我也可以在遠端那個備案 開啟你的快照 打開你要找的這個資料 所以另外一個問題就在於說 那我如果做快照備份的話 我如果要遠端備份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花很多時間 其實也不會 因為就像我們的快照一樣 它只會記錄你變動的資料 所以我比喻講是 第一次做快照備份的時候 它可能會花不太久時間 但是後面在做快照資料備份的時候 它花的時間對相對那麼多 那我們要做到這樣子的目的 就是縮短你的RTO 那RPO就是以各位自己去決定 你要半個小時、十分鐘、一天、半天都可以 就是看你們自己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快照管理員 它的一個UI 你可以看到右邊就是這樣 你要回復的時候 你可以先選擇你要的日期 日期之後你可以選擇你要的時間點 在每個時間點裡面 你可以選擇我緊急的話 我先選擇我恢復某幾個檔案 我可以把這檔案恢復到我的桌面上 或是恢復到我的外接裝置 然後呢 我先把這些重要檔案取下來 然後去做我該做的事情之後 我再花另外的時間去恢復我整個系統 所以我們提供你比較彈性的方式 就是看你怎麼處理 那當然4.3.5的版本 就是新出來的版本之後 我A的TANK的這個快照 也可以在遠端配分的B的TANK裡面 我直接打開去看 然後去裡面中的資料了 那另外呢 我們就要講到 因為剛剛在講的這個 快照都是在本機嘛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有這個使用需求 因為現在當然同時 也有很多人 他是在使用所謂的這個公有云 對 像是ONE DRIVE 阿里巴巴 Google Cloud之類的 那其實呢 你可以直接在我們這個QTS 作業系統的APP Center裡面 去下掌的QPK 就是叫做Hive Rebecca Safe 它是免費的 它可以做到就是提供 所謂的混合運 就是把私有運跟公有運做一個統整 它可以做到 除了這個本機的備份跟還原之外 我們還可以跟雲端同步 甚至也可以跟其他的NAS來做同步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在2012年的時候 美國的官方有發出一份聲明 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到完整的資料保護的話 一定要符合321的原則 所謂的321的原則就是 我們每個檔案網 有三份Copy 放在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其中那個地方最好 一個是在雲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範例 假設我左邊有一台電腦 不管是Mac還是Windows Mac我們就會用這個Time Machine Windows的話 你可以去QNAP的官網 再下載這個NAPI Replicator 它也是會幫你做備份的工作 假設我們現在把這些資料 都放到我們的電腦裡面 同時你可以先把它 upload到我們一台TANK 所以這個資料 就有可能是我們工廠一些 重要的資料或是一些機器的資料 我upload到我的TANK上面去 我同時可以從這個TANK上面 透過QNAP獨家的科技 這個叫做VJBAR 就是我可以把資料 再上傳到其他地方去 或者是VJBAR 其他算是儲存資料擴充的方式 所以我還推薦 可以用左邊外接裝置 電腦一份 TANK一份 外接裝置一份 所以就三份了 但我們其實還有後面的 一體端跟雲端 三份檔案存在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一個是電腦 一個是外接裝置 一個是在NAS裡面 或是在TANK裡面 透過RTR 可以直接遠端備份 然後同步到另外一台TANK 或是NAS之後 我們甚至還可以再使用 Hybrid Becca Sync 把它同時連結到雲端上面去 所以其實我們是 提供的Protection 墨爾田的321原則 可以看到我們有本地端 有異地端 有雲端 所以本地端出了什麼事 沒關係 我們還有異地端 如果異地端出了什麼事 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雲端 但是當然啦 雲端的儲存空間 它並不會像異地端這麼的大 因為我認為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在 以納子來講的話 我們這個儲存的空間 真的是 看它放什麼硬碟 通常我們都會把 比較少變動的資料放在原端上面 比較少變動的資料放在納子裡面 透過納子或是TANK 當然我們講到這個多版本備份 另外會引致一個問題 如果我一天到晚做備份的話 那我是不是儲存工具 就專門給備份就好 其實也沒有那麼難 因為其實我們有分兩個備份的版本 第一個是簡單版本備份 第二個是智慧型版本備份 簡單版本就是你可以做Schedule 你的備份 或者是你自己手動 智慧型就是開始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 我可以要求這個系統說 我每個月的我只要留一個備份 每半年的留一個 每一年的留一個 所以其實 我們時間到了之後 他就自己去幫你做整理 例如說我這個月是八月 我八月過完之後 其實我八月所有的備份裡面 我只留一份 對 然後每半年呢 每半年 例如說我六月一個 十二月一個 那我只留 對不起 每一個月 每個月我能留好幾個不一樣的備份 但是我只留半年 就每半年的那一份 就六月的那一份 但是我一二三四五月的 因為我們有每個月留一份 所以都還會在 其實用這樣子的備份方式 其實可以留到至少兩年的備份版本 就是看你自己要怎麼去處理 都可以 所以它並不會吃掉你全部的備份 這個儲存的空間 另外 就是我們剛剛有談到 既然Hybrid Bedford Sync 可以讓你把資料傳到公有余 上面去達到核雲 前一陣子大家新聞也鬧得很兇 就是我們全球最大的智慧型手機的先驅 有一個他們家的Cloud Service 好像說在中國已經不再安全了 這個就是當然是每個地區自己的政策 但是我們要守重的話題 就在於是說公有余 現在真的百分之百還是安全嗎? 會不會碰到不一樣的地方區域 它會有不一樣的相應政策 所以我們現在傳到公有余 上面的一些答案資料 如果它有可能是你覺得 雖然不是極重要 但如果它也有一些敏感的話 那你是不是也會想要對內資料做保護 其實我們在傳到公有余的資料 我們也可以做答案加密 我們可以支援你備份任務去支援 全面的客戶頓的加密 就是在我這邊就先加密了 我出去的時候就加密了 所以我放到余上面去的時候 如果你要download 你找到link你download了 那沒關係你download 可是你download完之後 你沒有密碼 你也沒有辦法打開那個檔案 所以這也是我們可以把它做到 從頭到尾都給你一個很安全的檔案保護 好 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主動資料通過 因為其實到現在為止 還是很少人知道說那是什麼 對不對 其實也很少人知道我們的QPS 所以也很少人知道說 到底我們可以怎麼樣去做到 那當然大部分的人 可能會選擇使用一些雲端的服務去存放資料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主動資料通過 只要我們把這些有在使用的雲端 跟我們的QPS做連結之後 你丟到雲端上面的東西還是可以找到 那我們的QPS 真的要把這些檔案全部collect下來 存放在我們的QPS 作為系統的儲存裝置裡面 就是我們的tank 所以其實也很方便 那support什麼樣子的server呢 像是QNAPNAS 或是FTP 或是Samba CFS的server 我們都可以去support 那以雲端的服務來講的話 表中看到的都可以 那因為現在有所謂的 物件儲存跟檔案儲存 那不管你今天是用什麼樣子的儲存方式 我們都可以去support 那這個表裡面呢 是我們現在支援的 但是我們還在繼續去擴展我們的資源 所以其實 以後還有更多的雲端服務 可以跟我們整合在一起 全部都可以做主動的資料通過 好 那講完了這個 講完了這個快照跟備份之後 下一個就是我們要提到的是說 剛剛我們提到的東西就是 資料在我們的機器裡面的時候 要怎麼樣去保護它 要怎麼樣去快照它 怎麼樣去備份它 以防它流失 或是你防它壞掉 現在我們再提到一個 就是當我在對外做連線的時候 如果說今天我傳出去的東西 它可能是敏感性資料 那我是用網絡方式的話 有沒有可能被海客害掉 有可能它裡面資料會被竊取 有可能 所以 才是為什麼我們會有所謂的VPN 都會出現 去保護你的這個傳輸 那當然我們還有另外 其他各種不一樣的方式 當然所謂的 道歸史謀告一章 今天有VPN 我就有辦法破請你的VPN 當然 對 或是我block掉你的VPN 有些地方是block掉VPN的 那 在我們資料傳輸的時候 QNET在QTS的4.3.5 我們也出了一個 新的APP 叫做Security Conceler 它有點像是 所有資安防護的大腦 它就像是一個Center 它可以做到什麼樣子的事情 它是我們的安全管理資訊中心 它可以做到是 像是這些 避免你的資料外洩 然後你的Assess Control 例如說你可以簡單的去做掉 例如說 有個IP位置 Assess進來幾次錯誤 就把它block住 也可以設定黑名單 買名單 也可以去想辦法避免我的帳號密碼 買Hacker入侵 因為我們裡面有設置 例如說 我可以去設定要或不要 多久的時候 我必須要提醒你換一次密碼 你的密碼必須要符合一定的密碼原則 它可以讓你不斷地去走在最前面 避免你的帳號密碼被人家偷掉 第四個就是 我們想辦法避免使用存在漏洞的軟體 可能有些軟體你下載下來之後 發現它其實是有些問題 或是可能它是 就像木馬一樣 裡面藏了什麼 你不一定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 Security Console 它就像是一個防護網 它從右邊的四項都給幫助 裡面到外面或是外面到裡面 都做得到 那我們先分幾個part來講 第一個part就是事先防禦 我們有所謂的四種層級的安全性設定 每個安全性層級 它會含開掉不一樣的設置 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哪些設置你覺得OK 符合你的安全性需求 我們就是好那樣子的安全性設定 還有第二個就是所謂的資安公告 我們的資安公告都是跟外面有連結的 所以只要市場上 那樣子說什麼樣子的資安公告 我們這邊就會跟著告訴你 是這樣子的資安公告 同時也能夠去提醒我們自己說 什麼東西要小心 什麼東西要update 當然事後防禦也很重要 如果我們自己手動不小心 upload什麼東西 或是怎麼樣 真的不知道 或是被人打攻擊 真的出現了問題的話 第一個 我們的NAS裡面 我們的QTS裡面 有這個McPhee 大家都知道他很出名 第二個還有所謂的Clam AB 都可以幫你抓良性的定度防護 當然我們還有一個自己的app 叫做Mailware Remover 也是可以免費下載 你可以做schedule的排程 去幫你掃讀 或者是說 你可以讓他自動的去 用手動去掃讀 掃到讀之後 他也可以讓你做不一樣的設定 例如說 掃到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是把它殺掉 或者是說 找到了 我先隔離他 然後告訴你 我找到這樣子的東西了 或者是找到了 我就放了 我就告訴你 因為我找到他 那就是說 因為有一些軟體 它可能很新 它可能不是惡意軟體 但是它 因為它沒有在Data Base裡面 所以它可能會被定義在惡意軟體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不一樣的需求 去設置你這個Mailware Remover 這個Scan功能 以及後續的Action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可以提供給各位的 如果你剛好是有在使用Tank 860 或是QNET NUTS的使用者 最近你就可以更新到4.3.5 更新之後 就可以去下載 Security Console 這是個很新的東西 但它也非常好用 你可以看到右邊的UI 它左邊就有六個Tab 從你的設定 然後從你的安全性層級 全部都可以讓你去看 當然你可以在那邊看Report 中間這邊就是你現在的狀況 你可以去開啟 Security Check-up 或是Mailware Remover 我們全部都統整在這邊 等於是讓你一個平台管理 所有你的資安以及幫助 這些所有的Action 都在這邊可以做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跟他介紹 就是從你最前端的 對不起 從硬體般的 快照啦 虛擬機啦 備份啦 然後到Hybrid Backup Sync 我們混合雲 然後到你接下來的 Connection 這些病毒防護啦 或是說Mailware的什麼東西 還有要怎樣去block掉 去prevent 掉 會有一些 anonymous 這些東西就是 我們QTS可以提供給各位使用者 搭配我們的整個Tank 860來使用 OK 今天非常感謝QNAP的Sam 來為我們介紹QNAP的軟體強大 以及我們在前面又介紹工業的應用硬體 要怎麼去安裝還有海鮮解決方案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講內容跟QTSK 我也非常有興趣的話 歡迎掃描畫面旁邊的QR Code 連結到我們的官網 可以詢問更專業的人員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這個節目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掰掰